為了提供媽祖多元峰迴路由比立 高通報關公宿古版2024微光媽祖系列活動 教導營業文化新台和全體香港營營完燒 剩下媽祖四鄉五島 邀請賓獎作會驚訪媽祖作會探射多數的水 已經三組在冠山 押開媽祖要在七月婚營 到了2024微光媽祖系列活動 因為去年 學生多數跟年發生在各個好平 因此今年七月婚到八月婚 每個禮拜在媽祖四鄉五島進去營營 讓夏天的媽祖全都在青春晚禮 去年半週生活好平安 後續也有很多學校來做一個接觸 那我想我們這是漸進的方式來 今年還擴大了開放的所謂的街頭藝人進來表演 那因為去年季頭藝人由於申請比較 籌備比較來不及 所以我想今年的部分的表演節目會更豐富 觀光書這次的今年月婚 是以微信為主題 讓媽祖不然只有染眼淚 還有新空、月婚和老酒 為完食居辦一項的月婚 請求調酒師 在調出一杯一杯月更酒 邀請大家探射媽祖 來一項微信之旅 我們去年也邀請了新加坡的這個 業者跟媒體來採線 那採線之後呢 新加坡的業者非常滿意馬祖 所以今年在五月份已經來了首髮團 那而且他們來呢 這個行程是五天事業 可以講對馬祖這個四項舞蹈的 觀光的在國際的振興這一塊 會有一個帶頭的一個作用 為了輕輕年早館來到媽祖館 今年各地的各社會該不會觀看 由家才帶著手機子 就讓人家作揮擋鬧 該不會成功 有機會可以在一項iPhone手機子 還有參加基屏的挑戰 另外十月份還有古版 《雷戰生存遊戲》 和參賽者的道理 刺激的競爭中間 也歡迎民眾財王祖 天安神秘的媽祖 微光之旅 記者劉德瑜 台北報道